法治现场给你说法 您好观众朋友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治现场 我是陈云 我们来看今天的新闻 感染新冠之后 该不该去医院 出现什么样的症状 要小心 会演变成重症的可能 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答 目前没有一个药物说 它是预防新冠 是确切有效的 所以其实我们并不需要 去预防新冠 而去急得去囤药或去吃药 这些就是没有作用的 如果我们说真的想 让预防新冠 或者想让新冠定的影响小 一方面要接种疫苗 一方面你可能还是要保持 一个好的身体状态 比如说你应该有个 规律的作息 饮食习惯等等 这些可能是更科学的 感染了新冠的 我们的这些病人或者人群 其实我们大家所谓囤的那些药 都是一些对症支持的药 比如说退烧药 它本身并不直接去治疗新冠 它并不会加速新冠的清除 只有在比如你发热症状很严重的时候 你才去用一些退热药 去缓解你的症状 所以这些药物其实并不需要过度的使用 而不是说我就发热了 我就要多吃就好 很多药可能过忧不及 反倒会带来对身体更大的伤害 同时其实大家要知道 病毒总体来讲是一个自线性的疾病 即使你不去特殊的干预 它也在一周左右的时间 它会自愈的 如果是真正的是 我们说的那些重点人群 它有变成重症倾向的人群 这个时候我们要更好地 做好自我健康的监测 一方面就是说 我们怎么知道 这个病毒的感染会进展成重症的 因为我们知道 它主要的重症就是 往肺里走的 往肺里走的 变成肺炎 而往肺里走变成肺炎 它的一个表现可能就是 会有呼吸困难 胸门气粗 当你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 你得格外地小心 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 你可以买一个 这个纸端的血氧仪 因为这个东西本身比较便宜了 而且也比较容易购买 然后我们就监测血氧 就是你观察到 你平时你的血氧是正常的 但是你在感染后 你的血氧下降了 比如说下降到95%以下了 这就提示你可能要有 这个重症的倾向 这个时候你应该及时到医院去救治 对于那些本身有脉性基础病的 你自我监测到 原有疾病症状加重了 你应该及时到医院去救治 因为这些是慢性基础病 你对自己的症状应该非常地了解 所以当你觉得你的症状跟平时不一样了 有加重的倾向了 这个时候应该要到医院去 法治现场记者报道 平安和谐是加快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部分 那省界的平安稳定 对于平安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我们的记者分为六组 历时一个半月 走遍了4993公里的省界线 那接下来就跟随着我们的脚步 去看看河南的最远端 看看那里的平安故事 在兰考县的东部 有一条历史悠久的赵王河 上百年来 它承担了和两岸村庄的灌溉和牌涝 也是山东与河南的分界线 我现在所在的是河南09号借庄 所在的位置 这个地带是一个两省三县交接的地带 以我脚下的这条路为界线 在我的右手边是山东的曹县 左手边是山东的东明县 而在我的身后呢 就是咱们的兰考县 与山东两县交接的这个村庄 是孟治二乡的和尔庄村 是兰考县的重点创业园区 也是我省重点的板材加工基地 板材加工这项产业 也在和尔庄的宏伯发展 源于山东的东明县和曹县 这两个好邻居 想起来周围年代呢 由于咱们本村的村民 到庄子而建 武功啊 继续配顺啊 坏街市城市外景啊 一人一人我村 近十年前 和尔庄村已经陆续创建了 48家板材加工厂 年产值达到了3.5亿 解决了1500多位村民的劳动就业 板材加工已然成为了 和尔庄村百姓们的幸福密码 但是我们要找的是一位 另辟蹊径的致富能手 我排好老柳 我们第一个柳柳 第一个老柳 有记得 老柳方面 杨老柳的拿手绝活 是古法制作 临天佳祭的纯天然绿豆粉皮 在荷尔庄村 那只附近的几个村镇 老柳粉皮是一道 有口皆碑的美食 它能放 特别干材 那个壳 那个那 它跳起江材 比较方便 靠着这门绿豆粉皮的 制作手艺 这个家庭实现了脱贫之父 和村子里的板材加工产业一样 老柳粉皮的技术源头 以来自紧密相连的好邻居 都明显 大猪这个招啊 他就串流下来的 樊老柳的妻子 是山东省的东明县人 而老岳父王天震 也是当地有名的粪皮大王 他那时候我学 他打下药就叫做戒 戒入了一向天 戒就回 戒就回 戒就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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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岳父老岳父的期望 把这本手艺变成了 一家人的事业 想做打做腔 要从都走遍全国���东西 一个村民感于说出 让自己的事业 走遍全国的梦想 这份自信 源于乡村振兴带来的巨大改变 我聽這個鄉 一個村民敢於說出 讓自己的事業走遍全國的夢想 這份自信 源於鄉村振興帶來的巨大改變 在這片兩省三縣交接的土地上 欲如兩地相互建立 協同發展 不斷地描繪著邊界上 平安幸福的畫卷 現在這樣沒有問題 好 再給你 好 謝謝 好 謝謝 來 環遊公主民們聽到主民們命吃 這料我給它吃了 靠命吧 對 好 謝謝 好 謝謝 行走在平安邊界上的南考 我們看到了拔地而起的茂密砲筒 我們會聽到悠揚淳朴的琴聲 我們看到了涼天成芳的玉米 我們聽到了鄉村振興的笑語 你好 歡迎歷臨南考慧客廳 行走河南 讀懂中國 温馴黃河 平安欲露 上海松江警方 偵破了一起盜竊案 一個女子報警 說自己家門口鞋架上 有一雙黑色高跟鞋 不翼而飛了 那民警根據線索 以及調閱周邊的公共視頻 就迅速鎖定了一名嫌疑男子 這個男子張某交代 他說他喜歡收藏別人穿過的好看的鞋 一提到盜竊一般都是偷錢 偷電瓶或者偷一些貴重的物品 可是你聽說過有偷女士高跟鞋的嗎 根據刑法第264條的規定 盜竊公司財務數額較大的 或者多次盜竊 護護盜竊 攜帶胸肌盜竊 爬竊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住 定處或者單處罰金 律師再次提醒 多次盜竊是指兩年內盜竊三次以上的 雖然只是盜取了一雙高跟鞋 其實也是犯罪 更是給施主心理上帶來了巨大的傷害 希望這名男子能夠認識到自己的錯誤 停止這種變態的盜竊行為 《法治現場》一日報道 749110或者是下載大象新聞客戶端 通過大象熱線提供更多的新聞線索 繼續 如今很多家庭因為工作 生活等等原因 會請保姆幫忙照顧孩子或者照顧老人 但是一旦保姆在家裡發生意外了 或者說因為保姆的疏忽 給雇主家庭造成損失了 這個時候雙方往往就會產生一些糾紛 下面這個僱主和保姆就在三年間 打了六場官司 他們之間到底有什麼恩怨呢 李阿姨是重慶市河川巨人 2016年她到一戶姓章的人家 做起了住家保姆 主要負責照顧一位年過90的老人 最開心的企業還是對我們都當姊妹 她都說你來我們也當親姊妹來看待 老人有一兒一女 他們不和老人住在一起 而且他們平時工作很忙 所以照顧老人的任務基本就由李阿姨來承擔了 張家人和李阿姨相處得很愉快 他們覺得這個保姆很細心 老人常年臥床不能下地 保姆任劳任怨 把老人照顧得很好 你們只要看得順眼 我說我對你做 她說你把我樓台不 她說把我媽給我被人鬼死 她說我說要好得 李阿姨在張家服務了兩年 雙方相處得一直很愉快 但是後來發生了一件事 把這種友好的合作關係給打破了 2018年10月的一天 老人的女兒張燕 突然接到李阿姨打來的電話 李阿姨說 她早晨在打掃衛生時不慎滑倒 甩上了手腕 張燕給李阿姨進行了手法復衛 在家找了紙盒 做成了簡易夾板 把左手手腕固定後 又將李阿姨帶到了 河川中西醫結合醫院就診 李阿姨說 當時她在醫院照了X光 醫生說是脫臼 讓她回家去休息 李阿姨考慮到自己的傷情並不嚴重 加上自己的丈夫有心臟病 兒子又是一個二級傷殘 家裡的收入幾乎全靠她一個人 所以儘管手腕脫臼 李阿姨仍然帶傷 堅持在雇主家裡繼續工作 她能回去她不回去 她覺得我們給了那麼多錢 還有我們本身 大家都是覺得很同情的 打工的嘛 覺得她也可以照顧 她又是可以住嘛 於是在2018年12月22日 張家仁與李阿姨 在調解書上簽了字 這份協議中寫道 一治療期間 醫療費自費部分由雇主家承擔 二李阿姨住院期間 雇主家每日按照100元的 烏工費和生活費 支付給李阿姨 三雇主家另外補助給李阿姨 人民幣1萬元 以此了結 以後雇主家不再支付任何的費用 這份調解書簽訂兩天後 2018年12月24日 保姆李阿姨傷情重了 疼痛難忍 她自行到重慶市河川區 人民醫院就診 沒想到 這次檢查出來的結果 讓她大吃一驚 河川區人民醫院診斷 李阿姨的手腕不是脫臼 而是純臼性骨折 明天都說 如果說不住院 手術治療的話 有可能找報復這個手腕的時候 我當時都找黑的 我說是斷了 我說嘛 不過那些都不好 都還曉不得腫 李阿姨知道自己 是純臼性骨折後 非常氣憤 她最開始去的是 河川區中西醫結合醫院 被告知是按照脫臼处理的 李阿姨覺得 中西醫結合醫院的這個誤診 耽誤了自己的治療 同時她還對張家女兒張燕 也感到不滿 認為她胡亂治療 加重了自己的病情 她有接著 她說她會 她要來欠了個人 醫生都說不想拿錢 她明明跟她拿錢 心中就說 她來跟他說 越來越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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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都要刪開的 她不拿錢 十幾二十天 一個多月老 都還不曉得腫 她一直接受都不曉得腫 我都說我一直也是苦 她說喊你不怕嘛 我接了欠了個人 她沒想你那個老婆 她說你那個人怕痛 原來張燕雖然不是醫生 但略懂醫術 會一些接骨的手法 所以當時李阿姨很信任她 從醫院回來後 就一直讓她幫忙按摩治療 對於李阿姨所說的情況 張燕沒有否認 他們家的 反正是我們家的保姆 就在那裡 帶起我跟李姨 就跟她說 一天上那個土甲子吧 農村的土甲子 上去就把手勾起 保姆國海外回來 當時確實也遠足 最後都到醫院 確實是故事 三個月時間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她在醫院查到 確實是故事 保姆李阿姨覺得 對於自己的病情 醫院的責任肯定是最主要的 但是作為僱主的張家人 也難辞其咎 一方面是張燕給自己 亂治療加重了病情 另一方面呢 因為她是在當保姆工作期間 發生意外而受傷的 那作為勞務提供者 她認為自己有權 向僱主一方要求賠償 就此呢 一場患者和醫院 保姆和僱主之間的糾紛 就拉開了帷幕 哎呀 我覺得這個官司 是打得我頭昏 頭花 連我血都要 都要自干頭腦 真是從來沒遇到 這樣複雜的官司 正如李阿姨的訴訟代理人 所說的那樣 李阿姨的案件非常複雜 在接下來的三年時間裡 她打了很多場官司 李阿姨首先找到了 正規的司法鑑定機構 對自己的傷情進行鑑定 結果顯示李阿姨 左手腕關節功能障礙 傷殘等級為9級 2019年4月 她向重慶市 河川區人民法院 提起了訴訟 李阿姨認為 河川區中西結合醫院的物診 致使自己延誤了治療 造成了傷殘 因此要求醫院賠償相關損失 22萬餘元 法庭上雙方僵持不下 為了明確醫院方究竟有沒有責任 重慶市河川區人民法院 再次委託專業司法鑑定機構 進行了鑑定 這次的結果顯示 重慶市河川區中西結合醫院 在對李阿姨的診療行為中 存在診療行為不規範 有違醫療法規行業規範 違反醫療核心制度等過錯 與損害後果之間 存在直接因果關係 但基於李阿姨本身的基礎情況 本次較重傷情 以及受傷後相信雇主 延誤了診治等 李阿姨對最終骨折 負有主要責任 最有法院盤了 他們的死死的責任 河川區中西結合醫院 不服一審 提出上訴 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於2020年9月18日 作出終審判決 維持了原判 好 中央維持原判 他拿了錢 好 那就是這個案子 都了解了 好 第二個 我們的起訴那個骨折家 他們就不服 於醫院的官司了結之後 李阿姨又對張家仁提起了訴訟 張家仁不理解 李阿姨為什麼要告他們 他自己拽了一句說 是該我們的證嗎 是他的證的 他是完全臨時行為的人 也不是我那個租那個房子 你踩到凳子上凳子斷了 或者是那個樓梯倒下來 把你打了 是不是 你就是在那個房間裡面拽了 也是你自己拽的嘛 也不是那個人拽的 我們那個那個房間的 設施設備有沒有問題的 那個我的道理 他應該是他是完全臨時行為的人 你既然還能夠出來打工來掙錢 還能來照顧 還能來照顧人 那說明你肯定是 老公是清醒的嘛 而對於李阿姨提供的 九級傷殘的鑑定結論 張家仁也是充滿了質疑 那個那個鑑定那個結論 它是九級肯定是有事公正的 而且那個鋼針他也不去 去了鋼針他實際都不是 但是鑑定不去等級 我問他有個影響 他也發覺鑑定了鑑定人說 他說肯定是有影響的 我沒有影響 然後鑑定機構 他應該是有他自己的一套體系跟方法 然後他做出來的這個鑑定 我們法院都是採信過的 比如說要取出鋼板才能鑑定 這個不是鑑定的必要條件 李阿姨的傷殘等級 是經過專業的鑑定機構進行鑑定的 對於這個結果法院予以了採信 但是對於李阿姨此次的訴訟請求 法院也認為有不合理之處 前面曾提到 在2018年12月22日 保姆李阿姨和雇主之間 曾經簽訂過一份協議 這裡面第三條寫道 雇主家另外補助給李阿姨 人民幣一萬元一次了結 後雇主家不再支付任何費用 如果李阿姨想重新主張雇主 對他進行經濟賠償 就必須先把協議裡的這一條撤銷掉 可是已經簽訂好的協議 還能撤銷掉嗎 人民調解協議 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質 人民法院應當予以尊重 但是由於在簽訂調解協議的過程中 基於各種原因 可能當事人對自己的權利 缺乏正確的法律認知 導致最後的調解協議 可能會出現效力瑕疵 或者損害一方權利的問題 法律也規定了 當事人因為重大誤解 顯示公平等一些室友 有權請求法院撤銷 或者變更協議 2019年11月8日 李阿姨向河川區人民法院 提起了撤銷人民調解協議 部分條款的訴訟 雖然調解協議中約定了 保姆出院後以1萬元了結此事 雇主不再負擔其他費用 但保姆兩次司法鑑定 均為9級商餐 按照相關法律法規 其應當獲得賠償的經濟損失 遠遠高於1萬元 因此法院認定 該調解協議的相關條款 顯示公平 應與撤銷 張家仁表示不服 上訴到了重慶市第一 中級人民法院 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做出了駁回上訴 維持原判的終審裁決 對於這個判決結果 李阿姨很滿意 法院撤銷了協議書裡 關於1萬元的賠償 那麼她就可以去主張 雇主方對她進行賠償了 而就在李阿姨和家人 覺得有了希望的時候 卻收到了一張法院的傳票 雇主竟然搶先一步 將她告上法庭 這次提起訴訟的原告 是李阿姨曾經照顧的 90多歲的張家老太太 她又把我照顧 我媽又拽了 這個肯定是有問題的 你們採訪是有道理的 要說清這起訴訟的原由 還得回到保姆摔傷之時 2018年10月10日 李阿姨摔傷後 以為自己是脫臼 沒什麼大事 就繼續留在雇主家做工了 兩個月後的一天早上 老人準備起床 呼叫李阿姨前來扶住 但未獲答應 老人獨自下床 摔倒受傷 經醫生診斷 老人全身三處骨折 後經鑑定 已經構成了九級傷殘 因此老人的子女認為 李阿姨作為保姆 未盡到護理照顧的義務 導致老太太受了傷 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有的也受不清了 哎呀就是這樣 對於她喊的時候 不在乎了 手感斷了 要去拿油 在天天 李阿姨感到很委屈 那天她之所以沒在家 是出去拿藥了 是迫不得已才出的門 並不是故意 要讓老人摔倒的 接到訴訟後 河川區人民法院 開庭審理了此案 雇主雖然年齡較大 但精神狀態正常 一時清醒 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 對自己是否能夠 獨立安全起床 應當具有判斷力 在民之可能 存在危險的情況下 還自行起床 以致危險發生 自身存在過錯 而保姆 在提供勞務過程中外出 且未對看護對象 做出必要的安排和交代 也存在一定的過錯 結合雙方的過錯程度 法院最終認定保姆 承擔20%的賠償責任 其餘80%由雇主 自行承擔 張家仁不服 一審判決又提起上訴 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於2020年8月24日 做出了維持原判的終審判決 雇主摔傷 保姆已被判賠 那麼保姆在雇主家摔傷 那個侵權責任 又該如何來劃分呢 保姆一方的訴求 就是說要求老人一方 賠償他的經濟損失 老人一方認為保姆 不是在照顧他的時候受傷的 他說他是在去跳廣場舞 的時候受傷 對於保姆是在自己家中 打掃衛生石摔倒的這種說法 張家仁現在表示不認可 條件的時候 都是打掃衛生石摔來的 我們有些意思 法院在審理後認為 保姆在提供勞务的過程中受傷 理應由雇主承擔責任 但本案中保姆的損失 又涉及到了醫院醫療責任的問題 因此法院在進行責任劃分時 會有所考量 你作為保姆 雖然說你摔傷了 但是對於你自己的一個 一個安全 你作為成年人也應該有一個 審慎的注意義務 所以說我們就在 扣除醫院的部分之外 就按照主次的責任 由老人家這一方 承擔了主要的責任 然後保姆自己承擔一個 次要責任 然後劃分的責任 然後進行的賠償 2021年6月21日 河川區人民法院作出了判決 被告張家仁賠償原告 李阿姨 87874.11元 至此 保姆告僱主 僱主告保姆 都得到了法院的判決 法官本以為 雙方的糾紛就此結束了 沒想到 不到一個月 但是2021年7月12日 保姆李阿姨 又來到法院 再次起訴了 這一次 她要求張家仁支付 拖欠她的工資 李阿姨說 張家拖欠的是 2018年9月15日 至2018年12月12日 期間的勞務費 雖然那段時間 李阿姨的手腕已經受傷 但她一直在張家工作 並沒有辭職 而張家仁認為 他們已經賠償了 李阿姨勿工費了 所以就不應該再支付工資了 法院審理後認為 原告受估於被告 從事家政服務 原被告之間 成立了勞務合同關係 按照我國民法的相關規定 判令張家仁 在本判決生效之日起 10日內支付原告 勞務費7175元 拿到了判決結果之後 李阿姨的官司 總算是全部打完了 她與張家仁的糾葛 也到此結束了 第十二月十一號下午 紀元市小浪迪北高速口 用一輛半掛車發生車禍 司機被困在駕駛室內 紀元市119消防守護中心 接到報警後 立即調派轄區消防支援站 趕赴現場處置 消防救援人員到達現場 後發現半掛車撞向高速 扎到護欄 駕駛室嚴重變形 司機被變形的駕駛室 和前出的方向盤 困在駕駛位無法動彈 根據現場情況 消防救援人員一邊安撫被困者的情緒 一邊展開救援 救援人員首先利用撬槓液壓剪拖器 對駕駛室A柱位置進行拓拆 擴大救援空間 隨後進入到駕駛室內部 利用剪斷前螺絲刀等工具 對緊壓在司機腹部的方向盤 進行拆卸 同時利用液壓破拆工具 對左側車門進行破拆 經過20多分鐘的緊張處置 被迫司機被成功救出 所幸由於救援及時 司機身體並無大礙 好 你先蹭上這個護欄 咱們當時這個刹車刹來沒問題吧 刹車沒有 那邊跑中 才有路邊走 三十個路邊走 還得滿 晚上這個天黑還得滿 據駕駛員回憶 事故原因為車輛上高速 進入扎道後 車頭蹭上了路邊的護欄 刺激猛大方向 導致後方貨物灑落 由於慣性 車身被帶偏 車輛嚴重傾斜後彈回 導致駕駛士被擠壓嚴重變形 消防部門提醒廣大司機朋友 車禍猛魚虎 司機朋友要時刻保持警惕 尤其是夜間行車時 要時刻注意前方路況 謹慎駕駛 遇到緊急情況 要立即採取避險措施 嚴防意外發生 法治頻道記者報導 大家好 我是鄭州市鄭東新區 消防救援大隊的防火監督員吳娟 每年的11月9日 是全國的消防宣傳日 今年是第31個消防宣傳日 消防安全和我們息息相關 但在生活當中 大家對防火防災 還存在不少誤區 那麼今天 我們就來盤點一下 常見的誤區 疫情期間 很多人都已經養成了 酒精消毒的習慣 經常會在家裡面 噴灑酒精來進行消毒 不過網上流傳著一個說法 是說在室內噴灑酒精的時候 一定要小心 如果遇見衣服產生靜電 就會起火 那麼這個真的有那麼可怕嗎 沒錯 酒精卻是一燃一揮發 在沒有明火的前提下 超過323攝氏度 就會自燃 酒精的閃點很低 只有12.8攝氏度 那麼75度的易用酒精 因為含水的緣故呢 它的閃點大約是22攝氏度 接近室溫 但是如果要在室內著火呢 它其實要滿足很多條件 比如說要在一個相對密閉的環境 而且要具有較高的酒精濃度 需要很大的點火能量 或者是較高的溫度 才能引起酒精著火 至於靜電呢 如果不釋放出電火花 它其實並不能點燃任何物質 所以呢 日常使用酒精消毒 不用擔心靜電會點燃酒精 安全事故無大小 為了預防火災事故發生的可能 我們在使用酒精進行消毒的時候 一定要避開火源 而且要注意室內通風 既不要傾信謠傳的危險性 也不要盲目的大量噴灑 科學合理的使用才是可行的 不缺二 煤氣罐著火不能關閥 不然會回火爆炸 這個說法呀 其實已經被問過很多次了 很多人呢 對此深信不疑 他們的理由是 先滅火 後關閥 否則呢 會回火 導致爆炸 但是從專業的角度來看呢 這種情況其實是不會發生的 因為煤氣罐 內部的壓力呢 比外界大 所以在空氣湯中的火 是不會逆行 從壓力小的地方 而返回到煤氣罐中 壓力大的地方 引起爆炸的 所以說如果煤氣罐著火 可以根據現場的情況 採取不同的處置措施 如果煤氣罐著火 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用 絲麻布 火柱手 以防手燙傷 迅速關閉煤氣罐閥門 即可面部 接下來我為大家演示一下 可以像這樣 絲麻布 火柱手 在煤氣罐完好的情況下 首選是關閥 閥門關了 氣源斷了 火自然就滅了 那如果著火的煤氣罐 閥門損壞了 可以不滅火 先把煤氣罐 鋼瓶拎到空曠的地帶 站立放置 用水冷卻瓶身 等待液化器燃燒完畢即可 但是 如果煤氣罐鋼瓶 橫向倒地燃燒 地面被噴出的火焰加熱 如意產生熱傳導到瓶身 或者是煤氣罐 處於一個高溫的環境當中 到瓶身達到一定溫度的時候 瓶內的液化器由於加熱 會導致氣體數倍的膨脹 非常容易發生物理的爆炸 誤區三 可樂是滅火神器 可以用來滅火 這個說法的原理也很簡單 可樂裡面有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能滅火 有人甚至還拿可樂做了實驗 但是實際效果究竟如何呢 可樂滅火有局限 不可以完全代替滅火器 一瓶可樂最大的容量是一升 最多只用使用幾秒鐘 且受制於壓力 噴射距離等因素 它只適用於鋪就小範圍的 木柴呀棉毛等火災 那如果是汽油之類的助燃劑 可樂無法完全撲滅火災 油鍋起火 可樂不僅不能滅火 還有可能起到助燃的效果 那相比之下 用一個鍋蓋 或者是用手邊的蔬菜 來隔絕空氣 火瞬間就會滅了 比可樂要高效的多 所以說用可樂滅火 屬於理論上可行 實際效果有限 況且你得保證 找火的時候 手上有可樂不是嗎 那有人會說 還是水最管用 那這裡呢 我還是要提醒大家 水 當然很好用 但有些情況 是不能用水滅火的 汽油 便器 油鍋 油漆 還有一些化學危險品 比如說 硫酸 硝酸 鹽酸 和納鎂等等 在不明可燃物之前 千萬不要盲目地 用水去滅火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油鍋氣火怎麼辦 千萬不能往火鍋裡加爽 網上流傳的奇葩滅火方式 原則上不推薦大家使用 面對有危險的火災 還是應該先逃生再告解 大家好 歡迎來到航空港校幫您講 我是若兒導演的宣傳員 今天來給大家講講 高層起火了 到底應該怎麼辦 高層起火到底是往上跑 還是往下跑呢 可以根據以下三種情況來判斷 第一種情況 假設你位於起火層之上 可以根據以下三個條件來逃生 一 觀察逃生樓梯間有無火源或煙 如果沒有則迅速逃生 二 逃生樓梯間有障礙物 且已經起火 或者有濃煙灌入 那麼這個時候 我們應該退回到安全地方 如有外窗的房間 或者陽台 固守待人 三 大火已經蔓延了下方樓層的大部分 而且樓梯間充滿了濃煙 那麼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到頂樓逃生 注意一定要待在上空口 揮動鮮豔的衣物 來吸引消防救援人員的注意 第二種情況 假設你正好在起火層 可以根據下面兩個條件來逃生 一 如果逃生樓梯間無火源或煙 就應該迅速逃生 二 如果大火來就走道 血外蔓廢被燃燒 這個時候千萬不要輕易開門 應該用濕衣物堵住門縫 防止濃煙進入 退回到安全有外窗的房間 或者陽台等待救援 第三種情況 假設有預期火層的下面 這個時候就要毫不猶豫 以最快速度逃生 最後我給大家總結一下 也就是無論哪個樓層起火呢 主要逃生樓梯間沒有火源或煙 我們都應該迅速往下逃生 如果逃生樓梯被大火或者濃煙增肚 根據火場情況 您盡量找到有外窗的房間 或者樓頂等待救援 回囉 回來 我們應該一起降 嘔吐 既然是